台东天后宫秉持妈祖救苦救难的精神 提拨了57万元作为奖学金 颁发给台东县内140位家境清寒的优秀学生 减轻经济的负担 其中就读新生国中的颜祈祥 虽然患有脑性麻痹 但是靠着勤学苦读 在校成绩优异 这一次获奖让他相当有成就感 身躯萎缩变形必须使用柱形器行走 他是就读新生国中八年级的颜祈祥 是一名脑性麻痹儿 但肢体上的不便非但没有使他放弃学业 反而是投入更多心力 也因此获得台东天后宫颁发奖学金鼓励 很开心 老师辛苦了 谢谢老师帮我申请 他是生长的孩子 所以在学习上他自己都很努力 因为他比较慢 所以有时候写作业都会写到八九点 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把他的作业写完 所以有时候看着我们都很舍不得 进驻妈祖诞成台东天后宫 秉持妈祖救苦救难的精神 提供总金额五十七万元的奖学金 颁发给县内高中值七十五人 国中六十五人 共一百四十名家境清函的优秀学生 减轻他们在就学上的经济负担 国中一个人的奖学金额五千元 国中生三千 要希望大家领到这个奖学金额 大家要考虑 就是金钱方面吧 可以就是生活费吧 还有学校的征照的东西可以买 三千到五千元不得的奖学金 虽然数目不多 但对于获奖学生而言 却能够在实质面上协助他们就学 另外还有二十五名善心人士 联合捐赠爱心枕头和棉被给学生们 让人看见社会上处处是温暖 继续社会台东市报道